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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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样 今天的原来如此 继续要带听众朋友 一起来了解 法律相关的知识 这个对我们的权益 义务都非常的有关系 一样在节目当中 邀请到法律辅助基金会 李明燕 李律师 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要来 谈这个债务清理的问题 那也要提醒大家 因为这个法律调整的关系 法律修改了 跟大家的权益有息息 相关在年底之前 一定要采取行动的 我们要请律师 再提醒大家一次 听醒大家 因为在107年底的时候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他有新修正 是对于之前有申请过 清算不免责的申请人 更有利的认定的门槛 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 您有依据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134条第二款第四款第八款 规定受不免责裁定的情况 都可以在今年的圣诞节之前 来法律辅助基金会提出申请 那法律辅助基金会呢 基本上对于债务清理的案件 是不审查你的经济状况 不是说你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的标准以下 才是他辅助的对象 只要您能够说明您有债务 而且无法清偿的状况的话 就是我们要辅助的对象 而且这个辅助下来的结果 是全程由律师来做协助 那费用的部分是由国家来支付 您无需负担律师的筹金 只要负担少许的 就是申请法院的一些规费 那如果说这个费用 诉讼费用付不出来 也有可能可以申请诉讼救助的部分 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把握这样子的机会 用少少的钱来处理你全部的债务 而且是全部整体性的处理 很多朋友在面临债务 尤其觉得无力偿还的时候 可能刚开始会觉得很难面对 用躲避的方式 那这样子就很有可能会影响 接下来整个经济上面的状况 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面对跟处理 所以呢债务的部分我们就不要逃避 现在有比较好的协助你的管道呢 如果现在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朋友 其实都可以向这个法福来询问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 可以最有效的最好的去处理 那在年底是圣诞节之前 那当然我们再提早一点点 如果你要拖到最后一刻 这个就风险比较大一点 我们最好可能在11月的时候 我们就来提出申请 这样子也给律师这边 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可以来处理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谈到是 债务清理程序的选择 既然说到选择 那就是说有不同的程序是吗 是的 依据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主要的程序选择 其实有比如说调解 那调解的部分可以向法院 或者是乡镇市公所 来做申请调解 那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向法院 或者是向最大金融机构 比如说你有五间银行 其中欠最大金的那一间银行的部分 来申请协商 那如果协商或调解都不成立的话 可以考虑走后面的更生 或者是清算的程序 那最多人选择的是调解吗 这个部分依据司法院的统计 确实以新收案件 用结案的方式的话 是用协商来结案的方式 确实是75% 更生占20% 清算只有5% 但是这个数字的意涵 有的时候不是说 大家走最多人走的路 就一定是最好的 因为有的时候走清算程序 也许他还的金额 是比更生程序还要少的 那或者是说每一个人 他适合走的程序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东西其实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他很强调就是因人而异 所以假如您身边有亲朋好友 比如说他曾经走的什么程序成功的 不一定是适用在您的身上 他还款的金额也不一定是适用在您的身上 换句话说其实还是要按照每个人的实际的状况 由律师来做评估 因为律师 消费的律师其实长期跟法院就是说这样子 就是合作案件 把一个案件结束掉下来 我们会清楚 就是法院对于一些案件他的认定 一些经济状况 他认定还款的金额 那假如能够让律师在接触到这个案件之的时候 在把案件进到法院之前 我们就先分析各个程序 他日后可能会面临到还款的金额 先把它试算出来 然后建议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最适合的程序 这样子会比较有底 就是说我们走这个程序不会觉得怕怕的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可以用什么概念来理解 有点像去看医生 因为你如果是同样不松快 你的不舒服跟曾经一样有不舒服 然后治好的这个亲戚朋友家人 不一定一样 那他吃有效的药你来吃 当然就跟你讲说 这个不一定有用 因为他吃了有效是针对他的问题 那你的问题到底跟他一不一样呢 这个药你适不适合使用呢 要去问谁 是不是要去问医生 你一直不去跟医生讲 然后自己乱吃药 有时候问题会越来越大 又或者你去面对医生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问你你的症状如何 结果你都不讲 或者你讲的症状是错误的 那这样医生也没有办法做最好的判断 一样的意思 每一个人的债务状况 经济状况 还款的能力都不一样 所以一定是去询问律师 针对你的状况来说 哪一种安排是比较好的 那律师就可以给你一个专业的建议 就是在他的经验状况里面发现 你可能可以用个什么样的方式 比较妥善的去处理 那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但是呢 是不是一定要诚实 是的 这个诚实是一定的 因为不论是用协商 或者是协商的部分的话或调解 他其实基本上都是 由债权人债务人双方 之间达成协议达成共识就好了 但是走更生或清算的话 他是透过法院 用法院也有 他也有依职权的一面 来做这个决定 我这个债务怎么样 可以让你还多少免责 那这个东西 无论如何 任何一种 一定都是前提 都一定要是诚实的 否则他日后都会有撤销的问题 甚至于 可能会有刑事责任的问题 那那个处罚都是很重的 我们现在是要来解决一个问题 你千万不要这个问题没解决 又变成第二个第三个问题 跑出来 所以当然这个就跟诚实有关系的话 就是我现在想要还款 但是有些人都觉得 如果我名下都没有钱 没有任何财产 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还了呢 于是我就赶快抛产 很多人过去可能用这样的方式 想要来解决 但是反而真的没有办法解决 反而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是吗 是的 因为其实任何的抛弃行为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尤其在现在金融社会 其实你很难说 我用现金的方式去处理掉 那甚至于有些法院 他甚至于会去问说 阿宁有没有领劳退呀 那你劳退那个几十万 后来是怎么处理的 这些他其实都会问 那保单的部分 也是很常会遇到的 因为我发现很多债务朋友 他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动产 可能连汽机车都没有 但是他保单有 他有保单 那那个保单呢 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认为说 那是比如说我的妈妈 或我的小孩 或我的先生帮我投保的 虽然药保人是我 可是是别人帮我缴那个钱 那我只是把它回复成正确的状态 我就是把药保人改成那个付钱的人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其实这个都会大有问题 因为在法院的认定 他会认为药保人是谁 这个就是谁的财产 那你今天如果去向保险公司做的申请 变更药保人的动作的话 这无形上都是一个处分的行为 那处分财产这个部分在 销债条例里面 他就会有严格的规定 比较好的规定 顶多就是加回来 但是比较不好的规定 有可能就会被他认定为 你是有脱产 隐匿财产的行为 那这样子就会比较麻烦 所谓的诚实就是说 你老实的说 我现在有多少财产 我赚多少钱 我然后呢 我欠了多少钱 在这两个条件都非常诚实的 来说明之后呢 我们用比较符合你的能力的情况 去处理债务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在两方面不诚实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找出一个最好的状况来处理了 所以 我们都不希望面对债务的情况 可是如果你现在在债务的情况当中 而且呢 觉得很难正常的生活 那你一定要好好的来处理这个问题 你把它好好的处理之后 它有可能就会消失 你不处理的话 它就会变成很多很多 越来越大的问题 那很多朋友就说 好 我可能可以选择不一样的程序 那结束或者是正在进行 这个过程当中 我还有办法在经济上面 可能比如说跟银行往来吗 那我的信用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其实说真的 加减都会啦 因为当我们的信用卡 债务付不出来的时候 它有一个账款的产生的时候 其实银行它就会承报给这个银行工会 然后就会在连针资料上面 它就会显示出来 所以我觉得 其实如果说债务 经济状况已经不平衡的时候 对于信用这件事情 倒是要把它放在比较后面来做思考 不建议用以债养债的方式 去维持你的信用的正常 反而应该要诚实的 仔细的去看我这样子的债务 或者是我这样的经济生活 是不是有可以调整的地方 那刚才我们也有提到 就是说假如我正在被扣薪 怎么办呢 因为如果是都还没有开始 整个程序的话 它是可以用强制执行法 122条去做处理 就是保留给我们 以及我们要抚养的人亲属 比如说我的父母 我的小孩必要的这个生活费用 我们可以用异议的方式 那这个部分我们观察 法院高雄地区的法院 这个速度都还蛮快的 几乎是这个月提出申请 他可能下个月扣薪的部分 你就可以马上看到立即的效果 就是说他真的就是保留 我最低的生活标准 那这时候这也是提醒我们说 那我一定要准结我的开销 到这个必要的程度 那另外如果您的程序再走远一点的时候 到开始更生程序 或者是清算程序的时候 甚至于这个扣薪周都要停止 或者是不得开始 简单的说就是你每个月 该多少给你的全薪 你就是拿到了 所以其实消贷条例 它还有一个保护伞的机制 是无论如何一定要越早开始越好 不要等到就是整个经济状况 被债权人控制住的时候 才来觉得说生活 那个压力很大 无法喘息的地步 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遇到这个债务的问题 一刚开始呢 我发现大家这种可能是人性的关系 刚开始采取的反应跟措施 都不见得是最好的 有的时候都要拖啊拖啊拖啊拖 发现这个生活压力大到难以承受的时候 才觉得 在寻求其他的方式来解决 那其实我们现在呢 资讯都比较流通了 然后大家要去接触到一些求助的管道 也比较容易一点 希望大家在遇到这个状况或问题的时候 最好是越快越好 越快去找出一个比较妥当的方式 这样子呢 你也在一个比较好的 有选择空间的情况之下 来面对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那过去可能对于 更生是什么意思啊 清算怎么进行啊 这个都不太了解 那我们来寻求这个法律协助的时候 律师就会跟你来说明 到底哪一个情况对你来说比较适合 那他是不是也有一些条件上面的规定呢 是的 就是说 如果是讲 我从整个程序来讲好了 处理债务 有这个协商或调解 那通常这个都是银行 金融机构 他会提出来的方案 如果我们来看的话 最优惠方案有本金180期零利率 可是这个部分的话 往往我们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 比如说他银行转给资产管理公司 或者是说他 他自认为他不是金融机构 有一些他不属于金融机构的部分 他也许他就不会参与这样子的协商或调解 那这时候呢 在全人有一部分无法参与 这个提出方案的时候 等于你的债务是没有全面的处理 那这个就要退而求其次 去考虑后面的更生或清算 那另外还有一种状况是 债务人他不适合走后面的更生或清算 也许他有一些苦衷 比如说财产无论如何不能放掉 那就要考虑个别协商的可能性 如果他手上还有一些资产的话 那他也可以用一次性的清偿 然后跟这个债权人去谈 然后用债务把他打折扣的方式 这种优惠其实有的时候也蛮多的 但是这个毕竟都是双方要用协议的方式 所以也不能够太期待 他一定就是要答应你的条件 那在整个就是我前面讲的协商调解 个别协商全部都没有办法成立的时候 只好走后面的更生或清算 那更生的部分原则上就是以你的经济状况 来评估去还款六年的部分 最多可以延长到八年 那如果法院有认可更生方案 而且你履行完毕 就是你六年每一期 你都如期的还完 你就是当然免责 意思是什么 就是六年一到 而且你都有还的话 你不用再去跟法院确认 那我这个债务是不是一笔勾销 他就是当然免责 而且他没有身份职业限制 住居的限制 那有些人会问说 那我还六年到底要还几成 其实没有几成的问题 没有几成的问题 我这次要 这边要特别的强调 其实他他讲的是 以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 还有财产的状况 去做整体的评估 然后给你一个 去跟法院就是谈一个金额 那法院如果说认定这个金额是可以的 他会下一个裁定给你 你就是照裁定的规定 去做这个清偿的动作 那也许核算下来只有还5%的债务 那其他95%的怎么样呢 就是一笔勾销 就是这样子 那再来如果是走清算的程序的话 清算程序他基本上限制都比较多 他会有身份职业的限制 大概有一百多个限制 比如说最常见的 他基本上你不能够去管钱 比如说像我们律师会计师 这些人的身份 其实是不能够走清算的程序 你在走清算程序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执行这样的职务 那身份限制的部分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还有农保 余保的会员都不行 对那这个东西要详细的去了解 那不过坦白说起来 因为我们几年这样子运作下来 确实清算程序 他的还款金额是最少的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债务人 他可能从事的工作是 打扫清洁的人员 其实他跟这些身份或职业限制 都跟他无关的时候 他真的可以考虑走清算程序 因为这是对他比较有利的部分 那清算程序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限制住居 就是没有法院的允许 你不能够离开你的县市 你的住居所这样子 那名下的财产 拍卖变价的问题 这些都要特别的注意 那再来清算他有一些规定 就是他如果不免责的话 他会有两种状况 主要有两大类 一大类就是说 两年内的收入减支出有剩余 可是债权人没有拿到这个金额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让你免责 简单举例的说 我两年内的收入 比如说是50万 那如果我的必要支出是30万 那我就要确保 这个债权人可以拿到20万 因为50减30 那如果说你只有单纯 这个原因不免责 法院这个时候 他会先裁定你不免责 然后告诉你 你要因为你没有还到20万 所以你暂时不能免责 那你之后 如果你还到这个20万的时候 你就可以再来申请免责 那到时候法院如果当初 他认定的是这个金额的话 他就不能够再去做变动 变动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了 那另外还有一种状况就是 我们讲的 就是有一点点不诚实的行为 或者是奢侈浪费的行为 等等的这些 可能就会导致你 有另外一种刑事的不免责 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还你 要还清偿到整个债务的 总金额的20%的时候 才能够去找法院 可是法院这时候也有可能 他可以拒绝你 就是说不不不 你当初的行为 我觉得还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允许你 那你还要继续还 那你之后再来找我 也有可能有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其实会建议 听众朋友 假如要走清算程序的话 比较不建议有落入134条的状况 最好都是落在133条 因为假如您是落在133条的状况 他核算下来 也许是比更生还6年还要少的 也就是说呢 不管是要协商调解 或个别协商 更生清算 他的条件都不太一样 然后呢 他的规定也不尽相同 简单的话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如果你还得越少 那你一些相关的条件就越严格 基本上我认为是这样子没有错 因为比如说像在协商或调解的阶段 他是完全信任我们这个 债务人提出来的所有的资料 那银行也是用 用他有限的这个 去调查的东西 因为他可能会要求你要填一个 同意他 去使用你的个人资料的这个东西 可是那个阶段 其实他能够调查的东西 其实非常的有限 那他 在这种磋商的过程当中 他提出来这样子的方案 其实最主要也是以各位听众朋友 或者是债务人的这个经济收入状况 来决定他要提出怎样子的 还款的条件 可是到了更生的时候 这时候法院他可能就是 也是会去了解您的财产收入状况 可是他可能就没有那么严格的 身份或职业的限制 但是清算就有 所以 当然我们都有提到 这个诚实为上策 你的情况到底适合什么样的方式呢 还是要看你实际的状况来决定 那 如果遇到这个情况的话 你就提出申请 那 在不同的情况 可能你就 状况就不一样 但是你如果不诚实的话 其实之后如果查到不一样的情况 还是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会影响 是 不论是在免责的部分 认定免责的部分会有影响 还是会有一些刑法的处罚的规定 其实他都有相应的 那清算的刑法的处罚规定 他又比更生再多了一点点 这部分详细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去 去找这个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出来研究 然后有机会的话 也是可以跟法福德律师 消贷的律师讨论一下 会更了解 这整个程序制度的设计 那今天呢 我们节目当中 邀请到法律部助基金会 李明彦律师 来说明这个债务清理的一些状况 我们之后节目当中 会继续再进一步做介绍 今天也是谢谢李律师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观众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